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榻的舊金山酒店外 出現大批示威人潮 他們高舉紅布條要向習近平嗆聲 而且反習示威似乎在舊金山遍地開花 就連美國商界和習近平晚宴的場地外 也出現反習近平的人潮 有人痛批習近平是獨裁者 要他滾回北京 還有民權人士很激動爬上柱子高舉西藏 雪山獅子旗要自由 在拜習會面的費羅利莊園外 也有人高喊大陸政府是騙子政權 至於在APAC主會場外示威不斷 另一派人馬排成人牆 試圖封鎖進入APAC峰會的入口 和大批政報警對峙 還有人躺在沾滿紅掌印的地上阻止通行 示威群眾痛批APAC峰會領袖 對動盪的世界毫無作為 至少上百人沿著舊金山街頭一路遊行 要拜登為加薩大屠殺負責 示威聲浪從舊金山一路到華府 白宮外還有白色的袋子 象徵裝遺體的失袋 要拜登制止加薩戰火停止殺戮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